当今生活每个人都和社交媒体密不可分 争论社媒的利语弊已经是老调重弹 不过甚少人了解钱藏在大公司背后的团队 是如何利用科技来影响全世界 影视串流平台网飞最近上线的最新纪录片 智能陷阱就找来了众多社交平台的研发工程师 重新检视他们所创造的产品 产生了哪些危险影响 甚至动摇国际社会的民主制度 有人以为谷歌只是个搜索引擎 有人以为面子书只是个旁观朋友动态的交友网站 但这些平台背后有一组工程师在追踪和监视 用户在网上的一举一动 他们摸透大众心理和情绪的流动 改变用户对事件对商品的认知 知名导演奥洛威斯基制作的全新纪录片《智能陷阱》 星期三在全球网飞平台上线 探讨社交网络如何给社会带来生存威胁 这部纪录片找来谷歌 面子书 推特 Instagram等知名平台的前工程师接受访问 让这一批社交媒体开山始祖 现身说法 告诉市人 科技如何利用演算法控制人类的思想 这一名前谷歌员工 以以音平台YouTube的自动播放功能 成功吸引用户 花大量时间停留在YouTube网站为例 说破了就是科技公司只是想要把用户锁在网上 至于这项锁定功能 对使用者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这并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 社交媒体悄然无息 根据用户的上网习惯 改变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以及行为 甚至左右人们对特定事件如选举投票的意向 纪录片导演感慨 当年开创这种商业模式的工程师 如今都在懊悔 它是像我们初发生的发生 发生的发生 发生了一种很好的技巧 微软眼中 周围拉尼尔悲观预测 如果我们把目前的现状再往下走20年 故意的无知可能会摧毁文明 民主化国家可能倒退 全球会陷入某种奇怪的专制瘫痪 智能陷阱纪录片 倒出社会的困境 给观众认真思考 人工智能的便利 是否已经为生活带来不可逆的危机 马信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